秦儿和之话同事出家 有谁注意到老佛爷的反应 注意看秦儿在临走秦儿 最后一次给老佛爷梳妆 他知道是自己不孝 辜负了老佛爷的期待 为了爱秦舍弃了皇宫的一切 包括从小养离他长大的老佛爷 老佛爷此时已经没有啥责怪 而是十分不舍地拉着秦儿的手 还泪眼婆娑地祝福他去追寻四姐来 于是摘下自己带了一辈子的翠玉佛珠 让秦儿带去说是保平安用的 你是我最贴心的秦儿啊 两个人相拥而泣 像一对母女一样真情流露 这一幕当初感动了多少人 说到底老佛爷和秦儿的关系坚不可退 不是任何一个格格或者之话能替代的 而同样是之话出家 虽说是老佛爷一手操持 在锦阳公用的热热闹闹 张灯结彩 看似是心疼之话超过了秦儿 但老佛爷送出的礼 恰恰看出他和之话的关系 无疑就是另一关系 他送出一串自己的陪价 预祝他富贵 而后又送一尊宋子观音 让他多生几个孩子 预议接他的班 这个吉祥如意所 还是我陪嫁的吉祥物呢 给你了 预祝你有一天 跟我一样子松难堂